好,在这边我们看解决问题 所以第一题这一边它是这么说的 OK,它说那一个机场的客流量是这么多 然后本地的是这么多 这个是亚洲 除了这个的其他的是多少 所以这个呢是6.900万 然后我们知道五分之三是0.6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那个其他地区的旅客人数呢 就会是等于那个多少呢 它就等于6.900万 然后再减掉2.600万 然后再减掉那个2.400万 OK,所以它这个会是等于1.900万 然后它就会是等于那个191 然后900万 好,所以我在这一边它是6.9 减这个2.5分之三 然后再减掉2.4 所以它拿到的是1.9 对 所以它答案是1.900万 然后也等于是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答案是这样用来减 所以是 OK,好,可以 所以我做好了这一题 OK,好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 第二题在这一边 它给我们的号码是这个 然后它要我们找出它的这个的值 OK 呃 7.4加8 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 那这一个 呃 8.2 9.8.2 9.7.4 然后拿8.2 来减7.4 的时候 它这个是8 然后9.1 减8.2 的时候 它这个是9 嗯 我心里想它可能是 这一个是加8 这个加9 加10的话 它会变成了那个 10 呃 01 然后加11 然后1012 然后再加12 然后就1024 所以你看这边 974加982 那边 974 然后加8 是982 加9 991加10 然后1001加11 然后1012 然后再加12 然后再加12 所以它是1024 所以我的P是 那个1001 然后就是991加10 1001 然后我的Q是1012加12 1024 所以在这一边 所以在这一边它是这样的 所以P加Q除R等于25 所以是1001加1024 然后除R会是等于25 除反过去变成乘 所以这个加这个的时候 所以这个加这个的时候 它就是2025 等于25 乘R 除反过去变成 乘反过来又变成除 所以2025 除25 会是等于R 所以我的2025 除25 我拿到的是81 所以我的这个R等于81 好 好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要检查答案的时候 我的这个P加Q 除R 会是等于1001加1024 然后除81 然后除81 所以1001加1024 然后拿到是2025 2025除81 然后我在这一边 这个除81 我拿到的是那个 25 对 好 好 接着第三题的这一边 哇 呵呵 哎哟 什么 加剂键正在进行加剂耐用测试 然后每按压一次5秒 总共被按压多少次 ok 一次是5秒 然后这样它24小时几次 我们要知道呢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时间的单位有什么 时间的单位它有小时 然后分钟 然后秒 ok 所以一小时呢 所以一小时呢它是60分钟 一分钟呢60秒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24小时的时候 24小时 会是等于 那一个 24 然后乘 60 再乘 60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秒 ok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这一个会是等于 24 乘 60 乘 60 乘 60 乘 然后 按压 的次数呢 就会是等于 除 ok 然后 按压 次数 等于 86 400 然后 就 除 除 除的符号 然后我这边我打不到 除 5 ok 然后 在这一边 除5 除5 所以它是17280 17280 17280 好 这一个是除5 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17280一次 所以它在这一边 它就会是 86 86400 除5 然后它是17280 嗯 好 然后 再来这一边 呃 一个星期后 它能否超过10万 ok 一个星期后能否超过10万 24小时是一天 ok 所以我们知道它 呃 一个星期是7天 然后 24小时 然后 它这个是一天 所以我就乘7哦 ok 所以它这个是17280乘7 所以在这边 1 7 280 乘7 嗯 然后 每4个 各是百千万 12万 12万 大过 10万 ok 超过10万 嗯 好 就是这样 然后 接着 再来 下一题 这一边 U乘4的人口 是 T乘4的 那个 什么 U乘4的人口 是T乘4的 三分之二 T乘4的 成口 比U乘4多 八分之七百万 OK 所以 你看啊 在这一边 它的这一个 U乘4 是T乘4的 三分之二 所以 在这一边呢 时候呢 我们能否超过 知道的一样东西 就是说 它的 这个 东西呢 它是它的 三分之二 OK 所以 U 是T的 三分之二 这一边 它分成三个部分 它这一边 是两个部分 U T OK T是三分 U占了两分 T的人口 比U的人口 多 这一个 八分之七百万 它比它多的是 这个 OK 就是 八分之七百万 嗯 这样 在这一边 是八分之七百万 所以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题目 是什么呢 以百万单位 两个 哪个 城市的 总人口 所以 我们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知道 呃 我的T呢 是 八分之七是 0.875 乘三 OK 百万 乘三 然后 我的U 是0.875 百万 乘二 OK 所以 0.875 乘三 然后 它会变成了 2.625 百万 然后 这个 0.875 乘二 的话呢 它拿到 1.75 百万 然后 呃 两个 乘四 总共 是 2.625 百万 然后 再加1.75 百万 所以 我 在这一边 其实是直接乘五份 嘛 OK 4.375 4.775 百万 所以 它会变成 4.375 所以在这一边的这一个 他的这一个是这样 所以是四又八分之三百万 4.375啊 然后分别计算 每个人数 两个城市的人数 所以刚刚那个是他直接乘5 这个我是A的答案 然后这个是B的答案 然后接着再来这一边 OK好就是这样 可以了我刚刚做对了 好接着我们看第五题 在这一边我们国家有三家口罩制造厂 热总量总共是这样 Q的是P的三倍 Q的是R的两倍 然后P和R相差多少个 OK所以Q是P的三倍 OK然后Q是P的三倍 然后Q又是R的两倍 OK所以R两倍 然后Q三倍 然后Q三倍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然后这个有点难 我的Q等于3P 我的Q等于3P 所以我的那个P等于Q除3 然后我的Q是Q是R的两倍 2R所以我的R是Q2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的P加Q加R是这个0.627百万 所以我的这个是Q的三分之一 所以我的这个是Q的三分之一再加Q再加Q的二分之一 等于0.627百万 然后这个是三分之一加一再加二分之一的时候 然后这个分母乘6 这个乘3 这个乘2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2加6加3 OK除6 然后11把6 11把6个Q等于0.627百万 所以我的Q等于0.627百万 然后乘6除11 OK 除 simplemente变成乘 乘 gangaz 所以我在这边的7分之一 所以我在这边0.627 乘6除11 然后拿到的是0.342 然后我拿到了0.342 0.342 0.342 0.342百万 OK 0.342百万 的情况之下呢 他也就会变成了34200 OK 342000 出11,然后在这一边 Q的1三分之1 差 OK,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好 它要的是P与Q的差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要找P跟Q的差 所以我的P呢 是那个Q除以3 342000 然后除3 所以它这个是 342000 除3 然后拿到是14 所以我的Q是342000 除2 所以它会变成171000 所以它们相差呢 会是171000 减11400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000 然后7 然后57 OK 所以在这一边 它是627000 除11 然后是对 嗯 好 那课本的方法是这样啊 我的方法是这样啊 171-114 57000 57000 57000 对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六题 在这一边 我们 我国在2016 2016的生产的生产是这么多 19 17到19 17比18少 19比19少 这么多 然后它生产了多少量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 它的2017 2017 比2018 比2018 少 这么多 OK 这样 同 同一个句子的意思是 2018 比2017 多 639 7 639 7 然后接着呢 它的2017年的产量 然后 比2019年的少 它比2019年的少 它比2019年的少 比2019年的少 然后比2019年的少 这么多 所以就是说 呃 同样的 就是 2019 比2017 多 70 632 OK 所以 这三年的 2017 是一个格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2017 设2017 我们在这一边 设 那个 那个 2017 的 产 量 是 X 量 OK 量 汽车 汽车 量 汽车 汽车 量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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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 汽车 Front 会是等于x加70632 OK 所以我们三连加起来是 这么多 三连加起来是这么多 就三连加起来这么多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 我们的这个三年的总产量 三 三 年 的总 产量 是这个 OK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说 我的2017加2018 就是x OK x加 2018的是 x 加63971 然后加 这一个 是x加 70632 然后等于 1637 603 OK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有三个x 3个x 等于 等于 这个1637 603 然后 再减掉 加 放过去变减 减 63971 然后再减 70632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是 所以我在这一边是 1637 603 减 呃 这一个除3 所以就可以拿到2017的产量 OK 所以我们的 这一个 呃 3 x 所以我们在这边3x是等于150300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15150300 然后除3然后除3然后除3然后x会是等于50100 所以 20 2017 年 生产 了 50100 辆 汽车 50100 辆汽车 所以他在这一边这个是 50100辆汽车 好 然后他要找2017 的 每月的平均生产量的差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题呢其实很简单 2017跟2019他相差多少 他们直接只是相差这么多罢了吗 OK 然后 我就直接拿这个来除12就可以了啦 这个直接除12就可以了啦 所以这一边 他的那个 每月 每月 平均 相差 等于 70632 然后 除12 就是这样而已 70632 除12 5886 5886 所以他这个会是等于 5886 好 所以我们 这一边他的做法是什么 这个 2019的 是 他是 是 呃 这一个 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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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是 再减掉 这个 呃 再减掉 这个是 5010 0 0 然后除12 5886 对呀 5886 嗯 可是我觉得我的做法会比较快 然后 嗯 接着我们看第7题 然后 在这一边 他的 他的 这一个 将 32kg 分成两个包装 然后 分别有 多少包 44包 OK 32kg 所以 32kg 的话呢 他这个是 32000g 这是1000g 这是400g 他总共有44包 好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其实可以一个一个这样慢慢的算 OK 但是呢 他的那个 另一种做法呢 是 呃 好 这一边我们的这个是 全部都放 22吧 好 OK好 所以我们的这一边呢 他有 大包是1000g 小包的是400g OK OK 他总共有44包 OK 这一个 1000g的数量 我这边总共有44嘛 所以他假设这一个是 呃 44 那么 这一个就是44 减 这个 减这个 然后 过后呢 这一个总共有44包 还有43包 还有43包 然后 这个就会是 这一个 1 44 43 然后 我们 这一边 到44 OK OK 所以我的有可能性的是 大包44包小的 0包 然后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然后在这一边呢 他的那个总额呢 会是等于44 乘 1000 然后再加 这个 0 乘 这一个 400 OK 所以他的这一个 哎 这一个我要锁定啊 这一个 要锁定他 然后接着这一个我也要锁定他 哎呦 这个锁定他 这样 好 所以他总共有 32,000 所以我在这边我找32,000 在那里 32,000是这个 OK 24个大包 然后20个小包 所以我们 在这边就可以得到他的答案了啦 所以 24 20 这样 嗯 所以他在这一边呢 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 然后 我自己本身 其实我也有 做这个表出来 这样 OK 我是用这样的一个表 然后 这样的一个表 啊 其实 是 这样 哦 好 嗯 所以我在这边我可以空一些 然后这样 好 总共有44包 好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其实可以用 for one 第六课的 那个 simultaneous OK equation OK 所以我这边他有 x包 y包 所以我的x加y是44包 然后我的1000x加400y 会是等于32000 然后全部一起除100的话呢 我就有10x加4y 等于320 全部一起再除2 5x加2y 等于 那个 60 然后 这一个是 这一边除100 然后这一个再除2 所以 这个是我的 equation 1 然后这个是 equation 2 然后我拿我的 那一个 equation 1来乘2 OK 我的equation 1来乘2 的时候 他就有 2x加2y 等于 88 OK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个是equation 3 然后我用我的 equation 2减 equation 3的时候 5x-2x 他就 3x 等于 16 然后 减88 所以这一边 16 减88 然后我拿到的是 72 22 所以我的x 会是等于72除3 然后我拿到的是 24 然后我 sub我的x 等于24 into我的equation 1 然后就 x加y 等于44 24加y等于44 所以我的y等于44 减24 等于 20 10 所以他就 24 包1000 g的 然后 20 包 400 g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check 的时候 他是 24 乘1000 再加上 20 乘400 然后24 000 加 然后 8 000 然后他变成 32 000 OK 24 乘1000 加 20 乘400 乘400 然后拿到的是 这个 好 而且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他还有另一种做法的 我的这个equation拿到了 mode 然后我计算机有equation这个功能 然后他是属于 2 unknown 然后 1等于 1等于 44等于 1000 等于 400 等于 32 000 0 然后拿到的是 24 然后 20 24 20 好 就是这样 嗯 然后最后题了 OK 例子里面的最后一题 他在这一边他有6个数目 然后 最大的支数 乘上其他的支数的和 OK 好 来第28题这一边 6个号码 最大的 值数 其他 值数的和 这个不是 值数 31 是值数 37 是值数 9不是 值数 53 是值数 45 不是值数 所以最大的 值数 是53 乘 31加37 所以我在这一边 53 乘 这个 68 所以53乘 68 好 所以他这一个是 360 04 OK OK 所以他的答案是 36 31 04 好 然后 在这一边 我刚刚以为那题是最后一题了 不过我刚刚的上面这一题 我有按计算机 我拿对答案 Mode Equation 2 Unknown 然后 1等于 1等于 44 等于 1000 等于 400 等于 3200 等于 等于 24 10 对 X等于24Y等于10 对 好 然后 在这边 4天在外国家 4天都是指数加起来是80 OK 所以 1不是 4不是 6 8 10 哎呀 去外国家这边 11 4天在外国家度过 12不是指数 双数的都不是指数 21不是指数 然后 呃 那个 2 25 27 也不是指数 31 31是指数 所以加起来是80 11 加 19 OK 11 加19 嗯 他要变成80了 然后 加29 加31 加31 多了 多了 10 9 9不是指数 OK 然后 所以我们在这边 呃 11 11 加29 加 13 加17 70 加23 加17 4个组合 80 11 17 23 29 10 10 10 17 23 29 10 17 23 7加23 40 11加29 40 全部加起来是80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知道 11加17 加23 加29 等于80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他是那个 什么东西啊 他的 这个是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说 他是 11 17 23 23 29 呃 好 去 外国家 OK 12 月 OK 然后 11 13 17 15 在 外国家 对 好 就是这样 好 他后面的练习我另外的影片再来讲解